2020年暑假 台湾最高温度飙到39.4度 你跟我一样热到直香躲在冷气房里 然后大口喝着冰凉的饮料吗? 其实不只有台湾的气温屡创新高 好几年冬天过年却热到还穿着短袖 全球各地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 像是欧洲热浪多次飙破40度 澳洲野火烧掉了将近5个台湾大的范围 还有北极涌动层也传出崩解等 各种像是地球在发烧的全球暖化现象 然而,你有想过为什么天气会一年比一年热吗? 还记得国中时学过的温室效应吗? 当太阳光照射到地表 部分的能量会被地球表面吸收 再以长波长的红外线形式向太空辐射 但其中部分红外线能量会被大气中的水蒸气 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 臭氧 浮氯碳化物 这些被称为温室气体的气体吸收 使地球保持一定的温度 虽然,适量的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 可以让地球表面维持在适合人类和其他生物居住的温度 但如果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太多 就会使得温室效应太强 而让地球表面的温度不断升高 造成全球的暖化 那么温室气体为什么会太多? 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近年来 由于人类燃烧大量化石燃料 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 加上大量砍伐森林 使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尤其是二氧化碳含量俱增 而这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可以停留很多年的时间 因此一旦这些气体进入大气 几乎无法回收 造成温室效应的影响是长久 而且是全球性的 想一想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来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呢? 你想到了吗? 要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 必须减少温室气体 要尽可能的节能减碳 工业燃烧化石燃料 交通工具使用化石燃料都会产生温室气体 而发电也有一大部分是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 只要用电就可能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世界各国为了积极因应全球暖化的问题 共同规划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策略 以减少能源浪费 达成温室气体减量目标 你知道防晒主要是在防什么吗? 防止变黑? 也许 但更重要的是防止被阳光中的紫外线 UV、闪伤 不管是人类、动物或植物 暴露在过量的紫外线下 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幸好地球大气平流层中的臭氧层 可以吸收紫外线 保护地表上的生物减少遭受紫外线的侵害 然而地球这层超强防UV的臭氧层防护罩 却出现破洞了 科学家研究发现 早期冰箱、冷气使用的旧式冷煤、喷雾剂、灭火器 所含的浮氯碳化物 经紫外线照射后会分解出氯原子 而氯原子会扮演催化剂的角色 催化臭氧分解 不断地消耗臭氧 使臭氧层越来越稀薄 造成臭氧层的破坏 此外 溢氧化氮也会催化臭氧的分解 虽然溢氧化氮因化学性质较活泼 从地表排放的溢氧化氮较较难抵达臭氧层 但飞机因为飞行的高度接近臭氧层所在的平流层 因此排放出来的溢氧化氮也会催化臭氧的分解 想一想该怎么阻止臭氧层破洞越破越大呢 你想到了吗 不要再使用含浮氯碳化物的旧式冷酶 早期因为浮氧碳化物稳定性高 不自然 不住然 也不亦起化学变化 对人体无害 所以遍及全球各种工业及日常生活用品 但发现它会破坏臭氧层后 各国共同签署了蒙特吕议定书 禁用浮氯碳化物 而改用不含氯的环保冷酶 轻浮碳化物 气体污染二就学到这里 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 全球暖化是因为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 臭氧 浮氯碳化物 及轻浮碳化物等温氏气体过多造成的 并因此促使更强 更多 更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发生 防治的方法为 大家一起响应节能减碳 并限制温氏气体的排放 臭氧层的破洞 是因浮氯碳化物 和易氧化氮所造成的 没有了臭氧层的防护 此外线会直接射进地表 伤害动物植物 因此联合国会员 签订了蒙特吕议定书 逐步淘汰浮氯碳化物